杨幂郑爽带新剧罢评,尴尬壮党惹争议,网友,可惜输在播出方式上。 说起最近热播的新剧估计大家应该会想到张柏芝主演的如果,哎,不过不得不说当下热播的古装剧貌似比较少,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什么时候才能让观众们过一把眼淫呢,但是让人庆幸的是杨幂与郑爽的新剧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。 大家都知道杨幂和郑爽在娱乐圈中的人气和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,而且两个人的演技和颜值也是蛮高的。 而杨幂饰演的古装剧造型也是相当的扬眼,相信大家也应该是记忆深刻吧,不得不说杨幂塑造的古装造型确实惊艳。 软惊天 有网友爆料称杨幂的新剧扶摇貌似也快要上映了,看过预告片的小伙伴们表示看着剧还是挺不错的,而且杨幂的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很在线,作为一部古装剧估计也应该会受到观众们的欢迎吧。 不过郑爽与罗进的新剧为了你也已经爆出了预告片,从预告片中看出郑爽与罗进这对CP还是蛮扬眼的,大家都知道罗进与郑爽的演技都还是很不错的。 有网友爆料称郑爽的新剧与杨幂的新剧貌似壮荡,而网友们也纷纷争议到底谁更胜利筹呢? 有网友表示郑爽杨幂带新剧罢评,估计不用剧荒了吧,但是这尴尬壮荡也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,有网友表示可惜输在了播出方式上。 有网友爆料称杨幂新剧的播出方式貌似是一周播出8集,而郑爽的新剧貌似是一周播出6集,虽然说相差不多,但是估计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吧。 郑爽与杨幂的新剧估计应该会有很多小伙伴们追吧,不过有网友表示估计郑爽的剧药书在播出方式上了,虽然说差别不大,但是这影响貌似还是会有的,不过在小编看来两位女生的剧应该都不错,终于不用剧荒了,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会追哪一步呢? 杨幂正爽带新剧罢评,尴尬壮党惹争议,网友,可惜输在播出方式上,你们怎么看呢?